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刚刚在朋友手中收了一盘莲花 他就叫我帮他处理一下 我尽管拿来像平时那样 当花落了或者过了年后的莲花 我首先也是的 先拿走他的配件 拿回来之后 我发觉他其实都感觉上表面 都是没什么大问题发生的 这一盆经验 因为见到他的叶 还是很挺身 他只不过那些花就借了 这样而已 我先把一些铁枝或者木枝 把他的配件拿走 好了 我们准备定一个胶杯 我也是会用很箱的胶杯 因为都在我这边 因为他不要了 我就拿来种 这里有两棵 我预备一些完全干身的水台 和铁枝 OK 那就开始了 它本身是用陶瓷的盘 也有洞 我觉得 那些根应该是挺漂亮的 我觉得应该 因为感觉上 因为都挺轻的 而且他的叶都没有黄 而且都很挺身 但我就要塞得很实 那两枝花 我就要慢慢拆开它 来弄松它 就是这样 要慢慢 因为两盘 其实这个盘也偏小了少少 那就要慢慢拆开它 会好些 因为都很确实 因为这个盘真的偏小 其实放了一株就够了 OK 对了 那慢慢不要心急 慢慢拆开它 对了 滑上少少水台 可以 因为真的很确实 对了 要慢慢拆开 或者我先把水台滑上少 因为实在太多少少水台 我觉得 所以其实呢 有时候水台太多 然后呢 锅塞下去呢 有时候它的根就没有空位 让它生的 但有时候呢 有一些下了花的框 其实有时候都挺好的 可以用来借力 就不要捉住叶子借力 慢慢地拉 因为这枝花的缸 已经是不要的了 就算它断了也不怕 所以你慢慢借它的力 慢慢拉 就保护住 最重要是保护着根和叶子 那就OK的了 差不多了 OK 出来了 基本上它都没什么 你见到啦 我用那么大的力 它就不是扯断了它的根 而是它实际上 真的太多水台了 OK 那我先把水台丢掉 好 好了 处理完之后呢 这个盘我们就暂时放好它了 看看 首先帮棉花检查 因为收回来的 不是我中的 那我就要看一下它的情况 那大家看看 那情况上呢 它说它有没有断根呢 那我刚才看回来的 那我刚才看回来的 那我刚才看回来的那个水台 那我刚才看回来的 发现里面其实没有什么根 那里面有什么的 没有烂根的残留 那些说 其实这盘花呢 它早盘的时候呢 或者买这盘花的时候呢 根本是不太多的 只不過可能買的時候 在杯套裡 給一些水苔包著根 基本上就已經 本身不是太多根的苗 雖然它成了花 但就不多 那我們做法是怎樣呢 基本上我們會把所有不要的部分 剪掉 像這個 花乾 剪掉了 因為已經乾了 沒有用 還有這些我不會讓它逐花 那我就會剪掉 可以剪掉一個 留下來定位 我就留下一個卡 作用沒什麼 我又不是用來逐花 只不過可以用來固定 放在裡面 這裡是其中一個 這些已經處理了 多餘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爛的根 沒有的根 全部剪掉 全部剪掉 按一下它 魚毛也沒有什麼 爛的問題 雖然你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根 所以就說這些 其實可能真的 過年前 可能花籠 直接用一些新的水苔 包一層 就等它一個杯 就加大它 一毫 直接 去賣 去買 先處理了一個 那這個 還要消毒 清洗 這些 下了花的部分 剪掉 不外 這些 全部剪掉 不外 已經沒有用了 以乎這些葉子 都處理了 這個 這個 其實是沒有根 這盆花 就有機會已經爛了 這根 但是植柱也不好 還有 我留意到 雖然它爛了根 可能它可以保持乾爽 水苔 那裏還有一盆花 它還有在裡面 還在生葉 其實這棵花是正在走 不至於死亡 可能它在掙扎 求處 那這棵 真的沒有那麼理想 雖然又不至於會死 或者沒得救 只不過說 那些 筋 那些筋 已經是沒有了 只好兩顆 不要緊 那 送夠迎生 那明年再買一個 没所谓,那我就建议他给我,我就拿来做一个修复,希望可以救到他,应该可以,没问题的,杀了菌各方面的东西,检查了,烂的部分,冲洗完,下水台就应该可以了,情况下呢,我就看看他的位置,因为他是同一个品种来的,那我用这个杯来种植,因为这杯刚刚订到新放回来, 刚刚到手,买了四五十个回来,这些胶杯,直接可以拿来用,先冲洗水,好了,冲洗完这两盆花,我也检查了,抹干它,有些叶子,有时你可以不抹都可以,有时间的,你就等它抹干它,都没问题的,不过反正我拍视频,拍片,顺点, 那边抹一下,检查盆花,毕竟都是在外面拿回来的,都要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病菌,各方面的东西,就和它处理出去,或者是消毒一下,这些盆花都保持得不错,都是挺干净的,还有,环境都不错,去煮,种的地方都可以的, 这些盆花,现在叫做清洁园,是莲花来的,就叫做放在家里两三个月,我想应该,现在都成三月尾了,对吗? 所以,蓝花,其实怎样都好,不懂种蓝花,什么都好,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尽量忍受,不要给那么多水,如果你放在室内,其实基本上,你淋一次水,如果你用水苔种植的话,基本上,其实你干好过它湿的,你想想,人家不懂种蓝花的,都可以种到那么挺身, 虽然它落到花,可能少了一点,但是那只猪也不错,完全是没问题的,这一棵盆,可能比较逼,一些东西在一起,这些盆可能弱一点,但是又不至于烂,你看到头都没有黑,还有那些叶子,只有三块叶子,都是可以接受的,还有它们其实两盆花,同一时间,中心位都是有长少少叶子出来的,所以其实它还在那里, 因为它会着急着的,因为这个时间不会冬眠的,已经是热天了,已经开始热恋了天气,那么我通常都会吹光它,因为它其实,那本花我没有处理过,没剪过,但是基本上你拿出来,其实都是会有损伤的,但是不要紧要,我通常都会是用一个消毒下,那些根部各方面的,但是因为它已经是,人家中间的,但是因为它已经是,很多人在中间, 所以我就不再去消毒了 基本上我通常重新上盆 我就会用一些干的水苔 你看到我旁边这一盆水苔全干的 是没有水的 我打算看看这个杯够不够位 如果够位的话就可以捉在一起 如果不够位的话就算了 反正这一波的根比较弱 我就打算用水苔 用个半水苔的做法 让它先引起根 用水苔濕一点的水器 引起根 让它再长多些根 然后再下一个杯 正式种回去 现在这个呢 因为它很濕 我就会索性 索性如何呢 我索性是直接用干的水苔 干的水苔 或者是用椰壳泥来种植 因为我有一杯 现在有两三杯 用椰壳泥来种植 其实它的效果是不错的 那倒不如 我就算了 我就拿椰壳泥来种植 反正我有两杯 我就不用水苔了 我就用椰壳泥来种植 好吗 这里有一个椰壳 这边比较少 这样 算了 这样 我就用椰壳泥来种植 因为我用了几杯 有几盆 来用椰壳泥 它保水 应该这样说 不是保水 是它的吸水是很强的 所以你给水的比例 它是适中的 其实它不会强壳泥 因为我有几杯 其实我现在摸下去 很久没有开盆盆盆 但是我摸上手 是很有水气的感觉 我跟大家说 之前有两条片 也有介绍过 这一只椰壳泥 它是市场卖的 它是将椰壳打碎 椰壳打碎之后 变成粉末 接近粉末 就变成像多肉桃 但是当然是椰子 椰子 以外壳 肺料来做的 都不错的 又不会变成粉末 但是它又补水粉末 我就决定拿这个来试试 这个 它又好像很轻身的 你看很轻身的 即使我用手很大力的握住它 你看看 我多久没有 我只是拿表面 如果用很全力的时候 一样可以拿出水 大家看到 但是你如果没有受压的时候 其实这些椰壳泥 很轻轻的 但是它又不至于很松散 如果它的根在里面的时候 就好像 有没有看过来种番薯 就好像有些泥表面 但是轻轻拔开 就可以拿到番薯出来 效果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可以补水粉 又不会太酸 我觉得 我有几杯的兰花 用了之后 它又没有烂根 那我又继续试一下 去用这个方法 好吗 那我就 好了 我想我想我也是用匙巾 会好一点 洗洗手 所以我也是决定 两样的食材 我也试一下 之前也有说过 可以补出来一球球就可以 因为一球球 它干了也会变成一球球 而且它可以尽量做松一点 杯底就不需要浸水 完全不需要浸水 刚才你看到我拿些椰壳泥 也有水分出来 在底部放一点 底部放一点 你不用弄散它 发但总之最好就像冲冰 一球一球的front 就不要像泥土般散烧烧烧烧烧就可以了 整个放下去,不要扔下去 不要弄散它,像这些就最好了 大大一块这样,然后把一盆花放下去 就这样放下去就可以了 我把镜头放过一些,让大家正宗一点看 放下去,我就会放低一点点 因为我用胶盃胶套的定义 用这些无童的盃来种植 因为我就是喜欢传气,保持湿度 所以我就会选择用这种胶盃 如果不是用花盆 就一早就用了花盆 因为花盆就是因为它揮发的水分太大 所以我这个环境就不方便用到正常的花盆去种 譬如太多孔的,可能一两天就要淋水 甚至乎你保持不到根 因为有时的气筋,胡杜蘭的气筋 它不是要濕的 它是要空气的濕度 不是要很重的水分 正正你们所谓做水培的时候 为什么水培要又干又濕 慢慢等它适应呢? 就是因为它是喜欢水气 不是水分 你直接等到一杯水里面 那你就要等它适应 因为它的生活习间改了 所以你就要用一些方法去调节它 你看到我已经塗了很多 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它的性能 我叫它泥土 耶鹤泥的泥土 我现在知道它的性能 又密度很低 你不要看它好像是泥 原来呢 它又跟它有点相互 当然啦 现在还未到很热的天气 所以我现在还在试验 既然有朋友不要这盆花 那我就拿来试一下 看看它是种得好了 还是更加差了 大家看到 近的镜头面前 大家近一点 那些根就被我藏住了 但是里面是很松动 你没有看到我凳个杯 不需要凳个杯 直接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最重要的这个动作也是 因为你的泥有点水分 那你就将它中间的位置 掃出来 掃出来 好一点 掃干净它 尽量不要弄到个心 什么都这么说 对了 除非你把风扇一直吹着它 否则呢 就做好一点的动作 基本上就已经处理好了 那这样就已经上完背了 对了 这样 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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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 不需要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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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 然后再给肥了,程序上就是这样 换盘就是这样 不要说这边换盐 清掉根,就立刻给肥 或者根受伤,怎会给肥呢? 大家要知道这个问题 那好吧,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 至于这一株,我会用空杯 用水苔或水分,先陪植根 稍后再跟大家跟进这个植株 它长了根之后会是怎样的情况呢? 要花了多少时间呢? 下次再见,拜拜!